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在特朗普败选之后 应该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所谓的政治前程 仍然以刷存在的方式来尽可能的保护他的所谓的基本盘 进一步的在美国国内刷存在 而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的这一次的刷存在应该说反映出几方面的目标 第一呢是他本人仍然的不承认2020年大选的结果 仍然希望他的铁杆的支持者把更多的怒火倾向到这个拜登的头上 而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国内两党之间的争斗仍然非常激烈 尤其是近一时期拜登在美国国内抗议的问题上 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对于共和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不愿意看到民主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获得更多民众的欢欣和支持 所以现在呢通过挑拨的方式 把更多的民众的怒火和不满引向自己的竞争对手 而这个时候呢所谓涉及到病毒溯源的问题 涉及到抗议等一系列的问题 很容易引起美国国内反制的一些情绪的反弹 以及呢美国国内民众对于现在执政的民主党 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这是共和党呢不断地对拜登施压 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政治所谓的高于一切在美国是经常会出现的 而另外呢大家也会看到的是 现在对于所谓的病毒溯源问题 共和党在吵民主党也在吵 拜登近期呢也在就病毒溯源的问题 对中国不断地进行纠缠 这一方面呢反映出美国国内却是有一些民众不明真相 甚至呢在此前政客的这种诱导之下 产生了某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想法 现在呢也很难改变 而美国政客呢在进一步地利用这些想法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另外同时也可以看到的是 在抗议的问题上 现在呢美国认为以抗议对中国进行攻击 可以进一步地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 让国际社会上更多的国家 忘记美国在本国抗议 以及国际抗议合作方面 做出的一系列让人不齿的行径 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也是美国达到自己外交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其实反映出的仍然是美国优先原则 仍然是美国的自私自利